金牌羽一 艾葉一條根 強腰塞 散寒濕 解勞淚 萬寧獨賣 早幾天前 郭太一班由香港飛往倫敦的飛機上 由兩個香港乘客不滿以前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姑娘將椅背吊吐 說她妨礙自己看電影 於是踢對方的椅背還出現侮辱 結果就被那個女孩拍下影片 相傳到小紅書控訴 這件事引起香港和大陸網民的連日討論 郭太表示已經將兩個鬧事的香港人列入黑名單 禁止他們乘搭集團旗下的任何航班 這件事曲直是非我認為十分清楚 踢燈罵人一定是不對的 但是撇開這些這麼極端的行為不說 搭飛機是不是應該將椅背吊吐這個問題 其實就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或者你有沒有留意 飛機上因為椅背引發的衝突 每隔幾年就會成為網絡熱話 甚至衝上國際新聞 這一類芝麻綠豆的爭執 外國都屢見不鮮 Hether Poole是美國一家大銀行公司的資深空姐 曾經出書講述她歷年遇上的瘋狂乘客 她說有一次就看著一個婆婆恐嚇前座吊低椅背的少女 她說你再把座位吊吐我就打你的臉 那個少女爭大對眼都不知道怎樣反應 Poole的見狀立即是向前調解 圈了一婆千萬不能動武 在2020年近2月 外國網絡也曾經封傳一條飛機上拍攝的影片 有個外籍男子不停地出拳 拍打前座女士吊吐的椅背 令網民議論紛紛 那個女人叫Wendy Williams 事後受傳媒追訪 講述了這件事件的始末 在2020年1月31日 她乘搭美航 期間就將椅背靠後 但是身後面的男人就說要吃東西 要求她回復原位 她答應了 那個男人吃完之後 她就將椅背再次壓低 當時那個男人一聲不出就出拳 據說長達6分鐘那麼久 期間Williams曾經向空姐求助 誰知對方就翻白眼 不理她 在無計可思之下 她最好用手機拍下那個男人的行為 但是後續發展就完全出乎Williams意料之外 那位空姐 竟然送了一杯Cocktail給後座的男人 還向她發了一份乘客滋擾通知 指那個女人違反香港規則 必須馬上停止拍攝 並且刪除影片 否則就會將被起訴 以及在飛機抵達下一個站的時候 就會被趕出去 Williams當時非常震驚 就唯有刪除了那段影片 之後她復原影片 並且上載到社交媒體 公開投訴美航 事件於是就引起極大的爭議 網民再次在此激變 搭飛機應不應該將椅背吊後 這個經典問題 結果就分為兩派 哪一邊也沒有辦法說服另一邊 當然大家知道乘客是有權吊後椅背的 但是爭議的部分不是在於你有沒有權 而是在於有權是否應該用 又或者有權是否應該用到盡 美國人怎麼看呢 根據旅遊網站The Vacationer 在2022年所做的調查 超過77%的美國受訪者認為 將飛機坐椅向後壓到最低是沒有禮貌的 當中45.99%表示自己從來都不會這樣做 27.87%就說調整椅背前會禮貌地聞一聲 3.46%就表示就算明知沒有禮 也都會照樣調校 也不會事先知會後座的乘客 這個調查結果真是很有趣 某程度上也都解釋了為什麼這個問題 經常都尊重不休 在很多美國人眼中 有權做一件事不代表這麼有禮 覺得將椅背調校沒有問題的一方 就強調權利 另一方就較為著重禮貌 但是要留意 在那超過77%認為沒有禮貌的人當中 約31%還是照樣地將椅背壓到最低 換言之 大半被訪者也是這樣做 將飛機坐椅向後壓到最低是否沒有禮貌呢 或者不同的國家有不同比例的正反答案 但是幾乎可以肯定 結果就必分裂為兩派 不會有局勢 問題的根源 當然是為了賺盡 而令坐椅日益密集 不在乎乘客受苦的航行公司 這些是全球的現象 國泰美航都並不是無辜的 這樣不喜歡前座乘客調校椅背 侵犯自己絕對領域的人 又有什麼出路呢 我建議他們多些搭連航 不能夠調整前後的座位其實更加便宜 他們一來重量較輕 二來維修費用較低 最受低成本航行公司歡迎 所以 某些連航的椅背都是固定的 你乘搭這些航機 和前座爆發大戰的機會就會銳減了 連航也都應該以此作為他們的賣點 至於宣傳標語不妨寫 一吋也不能丟 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反映大紀元立場 HSII T